最新消息就要提醒您了 就是暴雨才刚刚刚刚刚来哦 现在又有第四号的台风 谷超在昨天下午两点形成了 目前距离俄罗安比大概还有2750公里 朝向巴士海峡的方向前进 气象局就表示说 谷超清台跟台湾的距离目前还很远 会不会席台 或是对台湾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还要等待三四天 等到台风的距离近一点之后 走向才会更明确才能做进一步的分析